你相信什么,就会看见什么,很喜欢作家三毛的一句话,世间的人和事,来和去都有他的时间,我们只需要经营好自己,然后静静地去等待就好了我们无法改变过去的经历,但至少可以选择在此刻释怀,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境遇,却可以把握现在活好当下,不去心上的尘埃,从容看待过往今来。 你会发现,活好一生的秘诀,无非就是三句话,看待过往,珍惜此刻,相信未来,一,过去但,在你心里,过去意味着什么?我相信有人会说,过去是一团乱丸,简不断理还乱也会有人说,过去是生命里最快乐的时光,是一段永远回不去的日子,可不管你过去对你来说快乐与否,我都希望你能悉数放下,因为沉緬于过去的悲伤, 你会心碎,过于怀念是去的美好,你会内耗,每个人都有过去,但人一定要放下过去,只有搬开压在心口的大石,我们才能感受到生活的静好。 漫画家陆明山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,在学校时,他因长期遭受校园暴力,被孤立,以至于精神一度濒临崩溃,后来离开学校了,他还是会经常梦到这些不好的事情,每次惊醒,都是冷汗的。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,他开始学习绘画,在画画中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,最终靠着一张又一张的画作,他逐渐摆脱了自己的心魔,成为了有名的插画师。 常听人说,只于一念,便会受困于一念。很多时候,人之所以活的痛苦,不是失去了什么,而是过于执着于前程往事,无法释怀。 可已经打翻的牛奶,无法再实际,已经发生的事情,也没法再重启。终日为这些往事耿耿于怀,最后伤的只会是你自己。 纪伯伦在《鲨语墨》里说,忘记,是自由的一种形式,你若想从过往的泥潭中跳出来,有些人,有些事,该放下就要放下,该看淡就要看淡,当你能够看淡一切。 所有的放不下,想不通,一难平,都将烟消云散。 二,现在息,作家卡莱尔说,人生是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瞬,也就是说,在看似漫长的一生里,我们能拥有的,只有此时此刻。 但在现实生活里,很多人活了一辈子,却没有真正活过完整的一天,他们不是在追忆过去,就是在设想未来。 从未吸取过眼前的幸福,他们的目光永远在追寻,他们的生活永远在别处,殊不知,当下被已是最好。 作家铁宁曾去探望一位生病的熟人,朋友问他,对你来说,幸福的时刻是什么? 铁宁想了半天,竟找不到合适的回答,于是他带着这个问题,问了许多人,但答案五花八门,比如买房购车,比如父母双全,比如领导带见等。 但都无法打动他,直到有一次,他遇到一位智慧高深的长者,并向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。 长者说,过去的事情来不及衡量是否幸福,将来的事没有揣色是不是幸福? 我能想到的幸福,就是用心享受面前的好茶,以及此刻跟你们在一起谈心酗旧的快乐那一刻,他瞬间大悟。 所谓幸福,原来就是享受好每一个当下。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,最好的生活是,认真做好每一天你分内的事情。 不内耗,不讨好,淡淡而来,淡淡而去,我们的生命也是由无数个当下组成的。 要想每一个日子都散发出光彩,那就活好每一个瞬间。 闲暇的时候,学学摄影,出去旅行,留住眼中的春秋夏冬,或者窝在家里,好好地吃一晚饭,睡一个觉,看一本书。 认真地对待生命的每分每刻,尽情地享受生活的每一寸美好。 即便这些美好的日子终将逝去,但你已用心生活过,便无愧于自己,无愧于岁月。 三,未来信,作家朗达·拜恩说过他的一段机遇。 多年前,他到巴黎工作,偶遇了一位女士,被其所穿的连衣裙吸引,当下他脑中就冒出一个想法,他一定会拥有一条这样的裙子。 结果半个月后,他在返程的路上因为以此交通违规,意外发现路边的橱窗上居然就悬挂着一条一模一样的裙子。 到电视穿后不仅合身,还刚好降价处理,有时候,多相信一些未知的能量,多做做白日梦也并非毫无意义。 你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,就已经让这件事在你心中悄悄生根发芽,只要时机成熟,它就有可能开花结果。 就像有句话说的,你相信什么,就会看见什么,就会遇到什么,就会成为什么,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顿,就觉得以后的日子也一定黯淡无光,不要因为现在的平庸,就感觉将来也是前路茫茫。 有些希望,只能你自己给予自己。 《大陆之歌》中写道,世界在我面前,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未来如何,在它没到来之前,就存在着一万种可能。 只要你相信,它可以是花团紧促,可以星辰大海,可以是清风明月,可以是采菊冬礼,它可以是你想象到的任何模样。 所以对于未来,你应该始终抱以最热忱的期待。 就算你此刻正经历风雨,你也要相信,风会吹,也会散,雨会下,也会停。 只要敞开心扉,让希望的光照进来,我们就能驱除内心的阴霾,日子也终会在阳光下开出花来。 再不远的将来,所有美好,也将与你壮个满怀,人生慢慢,道足且长。 这一生,我们会享受阳光的照拂,也会经历风雨的洗礼,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,也会有数不清的迷茫困顿。 但不论你经历了什么,不论你处在人生的何种阶段,都愿你能不困于念,不幼于事,不畏于心。 以从容的姿态,走好人生的每一段路。 点个赞吧,与朋友们共勉。